说三国要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三国演义 另一个是三国制 有的人在正史上很厉害 但是在演义中却很失败 有的人在演义中很厉害 但是在正史上却很失败 其中就有两位三国名将 在正史上很厉害 但是在演义中却被秒成了渣 他们都是谁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两位被演义低估的三国名将 驱义 驱义 祖籍青州平原郡人 本信居 西汉哀帝时期 就是那个有断秀之痞的皇帝执政时期 居士家族中的居坛为上书令 因受东平王刘云 护山历史谋反事件牵连 被削职为民 为避祸带着儿子居避避难皇中 居住西平 改居为区 到驱义时已有一百多年 因此 驱义阻及平原 但其实就是个土生土长的西北边陲人 驱义从小爱好攻马骑射 长大后通领家族宗兵 长期与枪湖征战 战争经验非常丰富 黄金民变后 左将军黄辅松到梁州招兵 驱义率家族兵友一千多人应招 跟随黄辅松平定黄金余孽 在冀州 并州一带 与黄金军大战 屡立战功 深得黄辅松赏识 意外的是 黄金余孽平定后 驱义没有率兵返回西平 而是留守礼养 做了冀州墓 韩副的参将 董卓之乱后 因不满韩副阻扰袁统 而叛归袁绍 驱义归顺袁绍后 就在击破韩副 打败背叛袁绍的男匈奴 蝉与俘虏的战争中 出路锋芒 立下战功 在随后决定袁绍生死的戒桥之战中 大放异彩 不光击败了强大的公孙赞 还救了袁绍一命 当时 驱义和吕布手下的高顺 情况差不多 掌握着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先登死士 但是不被主攻信任 驱义的先登死士 人数不多 只有区区八百人 两边再配上数千张强弩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可以击败敌人的骑兵 面对公孙赞的白马 一从骑兵 驱义带领先登死士 在骑骑兵距离己方只有几十步的时候 一跃而起 英勇冲过去 出其不意 痛击公孙赞的军队 公孙赞的军队陷入混乱 伤亡惨重 然后 后来公孙赞组织残余骑兵 反冲锋 冲到袁绍面前 但是他们不认识袁绍 失去了干掉袁绍的机会 此时 驱义带领先登死士赶到 击退公孙赞的骑兵 救下袁绍 后来 驱义率领军队 多次大战公孙赞 多次击败公孙赞 并包围其义精 此战多亏了驱义 袁绍才能倚弱胜强 才能死里逃生 按说 驱义是袁绍的救命恩人 袁绍应该好好报答他才是 可是在袁绍剿灭公孙赞后的第二年 他却将驱义斩了 理由是自事有功 骄纵不轨 蹊跷的是 驱义被战时 袁绍军中还有个人神秘的失踪了 这个人就是汉氏宗亲 幽州墓 刘渝的儿子 刘和 有人猜测 袁绍处决区役 可能就和刘和有关 因为袁绍一直否认 县地的合法性 总想找个人代替县地 先是找刘渝失败 接着将刘渝的儿子 和刘和扣留军中 写信告诉曹操当有所力 暗示要立刘和 而刘和一直与区役带兵 攻打公孙赞 二人并肩作战三年之久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袁绍惊讶地发现 如果立刘和 区役会成为刘和的 亲信大将和保护神 自己很有可能被边缘化 如果不立刘和 在区役的帮助下 刘和很有可能成为一方霸主 给自己独霸天下的事业 带来更大的麻烦 一番权衡之后 袁绍只能除掉区役 袁绍处决区役后 还分兵灭了区役的踪兵相拥 也可见他对西凉禁族的恐惧 区役一亡 袁绍军中再无可堪一用的大将 所谓的河北名将炎凉 文丑不堪一击 一出场就灰飞烟灭 因此 袁绍除掉区役 既是忘恩负义 也是自毁长城 官渡之战中 如果是区役为先锋 官宇还能冲过西凉禁族的刀盾金兵 一击而中吗 西凭区役逝走西凉近二百年 想趁汉末之乱 以武力返回中原 分得一杯羹 区役作为先行者 毁在了袁绍手上 区役之后 西凭区市的区役 区光区英 在曹操末年 魏文帝曹丕时期 魏明帝曹瑞初年 先后多次发动武装暴乱 都被击败 后来魏明帝强行迁移西凭区市 一直到京城郡 一直到东来黄县 算是回到了山东老家 信愿说区姓初东来 就是从这支人讲起的 而区姓真正的根 是在山东平原县 区役不光是袁绍军中第一猛将 也是三国前期 数一数二的优秀将领 可惜去世的太早 没能展现出更多的风采 朱然 朱然是朱智阳子 孙权的伴读 也是孙权的亲信 在孙权掌权后 朱然受到重用 官职升迁得很快 从于瑶长 山英令 折冲校尉 林川郡太守 一直升迁为偏将军 公元219年 朱然跟随大都督吕蒙 齐熙荆州 他和东吴另一个大将潘彰 于邻居设下埋伏 堵截官宇 最后 马中将官宇申请 活捉并谋害 当时的孙权 千方百计地 要削弱蜀汉的势力 他预想 面对曹操的威胁 刘备不可能攻击东吴 官宇的谋害 导致蜀汉失去了上将 更加无力报复孙权了 这样 荆州则无忧意 但孙权低估了刘备 对官宇的感情 官宇被害后 刘备悲痛万分 蜀汉诸侯都力劝刘备 不要攻打东吴 可刘备宁愿毁掉自己的江山 也要为官宇报仇血恨 这就完全超出了孙权的想象 孙权灭掉官宇 着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除掉了一个 在当时天下 有着显赫地位 和巨大影响力的将军 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他的这种行为 应该是不智之举 他完全可以把官宇软禁起来 干嘛非要处决他呢 他此举不是蠢 就是坏 其实 对于是否要除掉官宇 孙权也是举其不定的 可他手下的谋士们说 狼不能养 必为害 对于官宇的去世 史书上也有争议 至今尚为谜团 曹操都不敢除掉的人 结果被孙权灭了 只能说孙权的格局太小 后来吕蒙夺取荆州后 身患重病 临终前向孙权推荐了朱然 吕蒙认为 朱然胆手有余 可以担当众人 吕蒙病逝后 朱然代替吕蒙 驻守江陵 在宜林之战中 朱然和陆迅 共同抗击刘备大军 相持一年之后 火烧刘备联军 取得大胜 此后 朱然成为吴国 屈指可数的大将 南征北战 尤其是在江陵 抵曹真 夏侯尚 张和 魏国三位大将的进攻 长达六个月之久 明镇敌国 从此之后 魏国不敢随便攻打吴国 公元249年 朱然病重 孙权查不思犯不响 担忧朱然病情 并每日询问派去送药和食物的使者 然而 朱然还是病逝了 孙权悲痛万分 但是无气可施 正史上的朱然 不愧为江表十二虎臣之一 许多大将都有他的影子 可以说他为吴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然而 在演艺中 朱然却被赵云一枪秒灭 被秒成了渣 这是真的吗 三国演艺上说 三国刘备的蜀汉阵营 从关羽赦荆州开始 便江河日下 蜀汉接连打败仗 损兵折将 士气低迷 领土也不断缩水 关羽去世后 刘备诺儿发兵东吴 誓要为关羽报仇 结果却被陆逊打败 而此时 赵云正驻军在川中江州 听说东吴蜀汉正在交战 便领兵出营以做侧应 忽见东南一带火光冲天 赵云远远地发现 主公刘备正遭围困 赵云打马冲了过去 陆逊一看是赵子龙来了 不敢应战 落荒而逃 而就在这时 赵云回兵恰巧遇到 抑郁偷袭自己的朱然 怒火中烧 只一个回合便将朱然挑于马下 吴兵溃散而去 刘备兵败逃往白地城后 不久便寒恨而亡 然而 直到1984年 朱然的目的被发掘 朱然去世的原因才真相大白 他并非倒在了赵云的枪下 而是病逝的 结语 正史上 屈翼是袁绍手下最厉害的大将 地位比河北上将炎梁文丑两人高 战绩也比这两人好 但是由于他骄纵过度 被袁绍处决 正史上的朱然 是孙权最为信任的江表十二虎臣之一 还是吕蒙的接班人 他一生打了许多胜仗 威震敌国 然而屈翼和朱然 这两人在演绎中 却并不是那么杰出 都被赵云秒成了渣 这主要是因为罗冠中老先生 为了突出赵云的勇猛 因此才将屈翼和朱然两个名将 写得如此失败 不知道 大家对屈翼和朱然这两位大将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